乔布斯 乔布斯为什么回归呢 就是因为苹果的操作系统不行了 最后苹果花了4亿美金 把乔布斯的公司叫next step 又买回去 这是苹果历史上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乔布斯回去以后 就是我要做一个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要取决于生态的成功 生态里面最大的霸主 所以他就讨去跟盖茨谈 就说你看我回去弄苹果了 我们需要你的支持 最后盖茨一看 原来的大哥变成小弟了 给了苹果1.5亿美金投资 当时回去1997年 又开苹果开发者大会 然后大头在背后 就是比尔盖茨的大头在背后 苹果的人和苹果的这些开发者 都很伤心 觉得我们又被邪恶的 微软帝国给吞掉了 没想到我们乔布斯是以退为进 成功的先是挽救了Mac 不断下滑的销量 让它慢慢的回来 最后又绝地反击